如果我告诉你 有人一小时能赚到180亿 你敢信吗 大家好 我是八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高智商诈骗的犯罪电影 通话惊魂 韩国府深某工地上 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男人正在给老婆打电话 他叫老韩 是这个工地上的工头 老韩之前是个警察 但是因为犯了错 所以被开除了 为了工人的生命安全 他经常提醒工地上的工人们要配戴安全帽 高空作业的工人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但是 刚挂了电话 老韩就发现一个脖子上有刺青的男人 手里提着安全帽 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过 老韩温馨提醒他 让他戴好安全帽 刺青男草草把安全帽往头上一扣 就继续往前走了 刺青男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把手里的仪器放下 没过多久 一位长着胡子的老工人 在高空作业的时候 发现零件不够用了 于是往前走了几步准备去拿 谁知走到一半 脚底下的钢板突然断了 幸亏他腰上系了安全带 这才得以被吊在半空 没有直接摔下来 这经魂通错的一步 很快就被底鞋的工友发现了 老工人喊着救命 在上面寻常的老韩看到后 直接从外脚手下麻溜地爬了下去 来到老工人面前 他一边安慰老工人不要怕 一边朝着距离不远的老工人伸手 可两人的手指之间还是差了一点点 有机智的工人立马响起来 要拨打救护车电话 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韩敏锐地发现 吊着老工人的钢管有所松动 随着咔嚓的一声 钢管的一端彻底掉落 另一边 在自己贩管工作的老韩妻子 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面的男人自称是一位律师 姓金是老韩的朋友 但老韩律师却有些疑惑 怎么从没听老韩说过这个朋友 接下来的金律师的话 让老韩妻子彻底惊呆了 他说工地一位工人在工作中死了 老韩又直接过世 现在已经被带到警察局了 末了金律师还温馨提示说 现在他应该已经联系不上老韩了 老韩妻子虽然有些手足无措 但这时他还是有理智的 挂到电话后 他连忙给老韩打电话 结果打了几个都没人接 他开始慌了 见老韩的电话打不通 他连忙打电话给老韩的一位工友 希望能得到老韩的消息 结果工友慌慌忙忙地说 这里有人死了 老韩被带到了警察局 现在工地一片混乱 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吧 老韩妻子听完直接懵了 刚挂掉工友的电话没多久 警察局的电话就来了 他们自称是釜山警察局的人 说老韩因为工地人 所以别离岸了 因为他是老韩妻子 所以才特意通知他的 如果他想见老韩的话 可以来警察局 毕竟现在有刑警在盘问老韩 此时的老韩妻子已经彻底慌了 他连忙往外跑 谁知刚要出门 老韩妻子就又接到了金律师的电话 金律师说 现在死者家属要告老韩 按照目前的情况 老韩怕是要败诉 去蹲监狱 听到这儿 老韩妻子手足无措 这时金律师说 现在唯一救老韩的办法 就是和死者家属和解 这时要付一定的钱 老韩妻子一听 连忙说付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他们愿意放过老韩 不要告他 金律师听完 就给老韩妻子 报了一个银行卡号 说这是死者家属的卡号 只要把七仙文打过去 就可以救出老韩了 老韩妻子就这么把钱转了过去 金律师从电脑上 看到汇款消息 得意地笑了 收到消息后 身处工地的文师男 也收了设备 慢慢离开了工地 与此同时 工地上的所有人发现 手机又有信号了 老韩掏出手机一看 居然有好几个妻子打的电话 于是他连忙拨回去问道 怎么了 怎么突然打这么多电话过来 老韩妻子原本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听到老韩终于得救了 于是没好气地问 你现在在哪儿 老韩被问得莫名其妙 之前不是还通过话吗 我在工地呀 老韩妻子听得一愣 你不是在警察局吗 是你的朋友金律师说的 我还给死者家属费了钱 老韩一听就察觉到了不对 什么金律师我不认识 沟通到这儿 老韩妻子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只是遇到诈骗了 于是老韩妻子带着证件 飞快地跑向釜山最近的警察局 只要敢在诈骗他的人之前 把那个汇款的银行卡 冻结了就好了 来到警察局之后 老韩妻子气喘吁吁地说 诈骗 我遇见了诈骗 这边的工作人员 立马询问了详细情况 然后在电脑上 查查老韩妻子 汇款的那张银行卡的资料 结果发现 就在前几分钟 这张卡上的钱 被分别转入了好几张银行卡 然后上面的钱都被取走了 听到这个绝望的消息 老韩妻子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警方立案之后 询问老韩妻子丢失了多少钱 老韩妻子绝望地说 七千万 警察感慨地说 这么多钱 居然被一通电话就骗走了 之后 老韩妻子适合落魄地走出警局 然而他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金律师 居然又打来了电话 不过他可不是来道歉的 而是来嘲讽老韩妻子的 在听到熟悉的骗子的声音后 老韩妻子哭着说 你把钱还给我吧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没有那笔钱我会死的 对方不以为意 为了区区七千万就寻死命活 那你就去死啊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 老韩妻子直接呆了到原地 他已经忘了自己正在过马路 所以当场被驶来的汽车 撞进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妻子 老韩恨极了这个骗子 但搞出这么大动静 甚至不惜评批整个工地的信号 骗子们显然不会只盯着 老韩妻子手里的这一笔小钱 很快 老韩便接到电话 说工地上的30亿工程款被骗走了 他连忙给上司打电话 结果无人接听 来到上司家后 发现他已经因为内疚自杀了 老韩到的时候 警察正把他的尸体往外抬 在上司的葬礼上 一位老工人直接掀翻了花圈 大吵大闹起来 旁边有人全在冷静点 这里所有的工人都没拿到钱 老工人眼含泪水 坐在地上看了一圈 最后他看到了老韩 老工人跪在他面前绝望地说 你不是警察吗 你把那些诈骗犯都抓回来 求求你了 那可是我女儿的救命钱 老韩看着身边一张张绝望的脸 想起对自己照顾有家的上司 又想起至今还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最后他下定决心 要交出这个诈骗团伙 是的 老韩以他之前当警察的经验来判断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骗子能干成的事 这场骗局背后 一定有一个大的团伙 通过询问上司的老婆 老韩特知 上司那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自称是保险公司的人 就这样 他骗走了上司卡上所有的钱 但后来警察通过核实发现 保险公司根本就没有打过这通电话 通过查找工地的监控 老韩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这个男人悄悄地在工地上放了信息评比仪 然后在诈骗团伙行骗之后 又带走了信号评比仪 这个男人就是老韩之前见的 那个不戴安全帽的慈青男 但老韩虽然见过他 却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只记得慈青男脖子上的慈青 根据这个慈青 老韩跑遍了福山所有座慈青的店 最后才得知了这个慈青男的下落 这家伙开了一个旅行社 负责给偷渡来的苦力找工作 这天晚上 老韩开着车跟踪文诗男去送苦力 走到一半 老韩用车撞停了文诗男的车 然后把他挤到车里 把文诗男狂揍一顿 最后掐着他的脖子 点开了金律师的声音 老韩问文诗男 知不知道这是谁 文诗男被揍的遍体鳞伤之后 终于松口了 他爆出了一个名字 大灵洞瓢射上 此日 老韩揪着文诗男 把他送进了警察局 走进警察局后 老韩直接走上了二楼 他都要问问 为什么韩国警察到现在 还没抓到诈骗团伙 结果负责这个案子的许组长说 这一年被诈骗的受害者们 一共被骗了6400亿 全部都是零星作案 而且 这个诈骗团伙的总头目在中国 所以得等掌握关键头目的信息后 才能联合中国警方将他们一网打击 听到这种话 老韩气得不行 他以前也当过警察 知道韩国警察到底有多废物 像当初 他就是因为抓了个议员之子 才被迫离职的 这次 他决定靠自己 深入敌方取得线索 出警局后 老韩直接来到了一处荒郊野外 这里 有一个美女被埋进了土里 只剩下头露在外面 这个美女叫阿七 是个精通电脑的高手 这次就是因为用电脑 黑了一勾混混的钱 所以被人埋在这里 老韩认识他 是因为之前 阿七不小心放到 还是警察的他手里 这次他找阿七帮忙 希望能升至网络 找到那个诈骗团伙的相关信息 第二天 阿七便带着电脑 来到了事先约好的茶餐厅 在这里 阿七告诉老韩 这个诈骗老韩老婆电话的信号 发起地在中国东北某处 但具体未知未知 他们很聪明 利用一个类似广告的软件 盗取用户信息 然后再进行诈骗 就连电话号码都是假的 这些诈骗分子 会用一个拨号软件 给被骗的人打电话 然后通过编号器模拟电流 顺便拦截被骗人 拨出的电话 实行完美犯罪 不过阿七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打来的电话里 有十分超杂的背景音 说明对面是在一个录音棚里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诈骗团伙 没办法 丢失了线索的老韩 只能从文生男 供出的朴社长下手 在到达朴社长办公室外面后 老韩发现 警察局的许组长也在外面 他也在试图往朴社长手下塞人 还有什么比出卖一个警察卧底 更能获得朴社长新人的法子吗 于是 老韩戴着帽子和口罩 冲进了一楼 他直接说自己要来找朴社长 但坐在门口的女人却说 这里没有朴社长 之后 老韩压低了声音说 昨天晚上 俯身那批货出了问题 所以我才来的 不信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朴社长 跟朴社长确认后 女人才放他进去 二楼就是朴社长的大本营 这里有无数员工 通过从韩国倒卖信息到中国 赚取差价 老韩只看了一眼 然后就走向了朴社长办公室 朴社长刚跟客户谈完生意 见到老韩问道 他怎么知道 自己这边的货出了问题 老韩当然不能说 他把文神男揍了一顿 最后导致了他的货没送到 于是老韩临机一动 说不要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你们很快就要谈上大事了 因为办公室外面 那个正在交口强堂的男人 是个条子 朴社长听完 事宜手下把那个男人摁住 果然在他身上搜到了通讯设备 楼下的许组长正在监听 察觉情况不妙 便立刻带着手下突袭 而楼上得到老韩指点的朴社长 也立刻行动起来 他吩咐手下的员工 一定要带好手头的个人信息 然后就领着那个客户和员工 一起往楼上跑 见状老韩也跟着一起跑 可跑到半路 一大半人就被警察按住 为了让朴社长更加信任自己 老韩主动留下来跟警察缠斗 给朴社长升着顶楼下水管逃跑的机会 此外他还顺手从警察手里 救下了那个跟朴社长谈生意的客户 见两人都顺利逃跑 老韩也不恋战 准备跑路 谁知道 其中一个警察居然扯下了他的口罩 看到老韩的脸 许组长一愣 他没想到老韩居然在这里 颤着许组长愣神的功夫 老韩直接跑了 好在朴社长心怀感激 他们开车回头接上了老韩 经历过这种大场面 朴社长彻底放些心来 他认定老韩是跟他们一伙的 于是便问老韩今天是过来要找工作嘛 他可以给老韩安排 老韩漫不经心地问 听说中国那边赚钱赚得多 想去那边 听到老韩这么不知死活 朴社长温馨提示他 那边虽然赚钱多 但是有很多人都回不来 甚至老韩却说 没关系 只要钱能赚够就可以 先老韩坚持 朴社长也不再说什么 给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让他去中国辽宁省一个叫沈阳的城市 到那里去找前本部长 吩咐教训之后 朴社长就把老韩放下车 见机会已经拿到了 老韩下车后 反手就是一个电话 告诉警察局朴社长的车牌号 说是车里有涉嫌诈骗的人 之后 老韩一个人去了医院 看着依旧昏迷不醒的妻子 他暗自下定决心 这次去中国 找到那个所谓的金律师 一定要亲手剁了他 在坐上 釜山抢往沈阳的飞机前 老韩还找阿七 搞了一套假的身份证件 不过说是假的身份证件 其实里面的信息都是真的 是阿七的一个朋友的 阿七告诉老韩 最好把上面的信息全背下来 到时候面对对方的盘查 才能蒙混过关 老韩记载了心上 看不出来 阿七也有这么细心的一面 老韩对着阿七道谢 对于他要单枪匹马 闯对方基地这件事 阿七有些担心 他告诉老韩 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自己 他永远是老韩最坚实的侯盾 老韩笑了笑 说他觉得自己要死的时候 会联系他的 说完 老韩便头也不回地坐上了飞机 与此同时 警察觉得许组长有些唏嘘 他之前也听过老韩的名字 那时候 老韩可是警局的一把手 好几个知名案件都是他破的 可惜 最后他调查一个案子 抓住了真正的罪犯 那是一员之子 没办法 老韩只得立志 想到这里 许组长突然悟出来了 老韩会跑到朴社长这里 探听消息 还阻拦警察抓捕他们 可能是老韩决定亲自去中国 捣毁那个诈骗中心 但这风险太大了 许组长立马联系手下的人 去调查老韩最后一个接触的人 借此弄明白老韩现在到了哪里 坐到了哪一步 另一边 来到沈阳的老韩 按照指示住到了一家小旅馆 在入睡前 老韩反复地听手机上 存得金律师的声音 一遍又一遍 试图把这个声音牢牢记在脑子里 到了半夜 突然有一群人闯进来 把在床上熟睡的老韩 拖下床就是一顿毒打 其中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问老韩是谁 为什么要找千本部长 老韩假装惊恐 说自己是嫖补部长 借手来赚钱的 不幸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那人在打过电话确认了之后 并开始盘查老韩的身份 确认无误后 他们往老韩的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 带他来到了诈骗集团的大本营 老韩先是被扒光了一副检查 然后跟这一群人一起签了合同 这才进入了打电话的录音棚 只见一个巨大的录音棚里 坐着上百人 他们每个人都在打电话实行诈骗 身为新人的老韩 很快就被分到了一个三人小组 他们拿着分好的剧本 对一个韩国的上班族进行诈骗 见老韩来了 便让他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诱导上班族汇款 眼看要成功了 老韩却悄悄拔掉了电话线 诈骗计划瞬间功亏一篑 这一幕当然引起了管理的注意 管理本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老韩 谁知他们最后发现是电话线掉了 所以才导致电话中断 诈骗失败的 电话线老话脱落也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老韩逃过一些 在这里 老韩贬息尽气 寻找那个诈骗自己妻子的金律师 可这里声音很多 过了许久 他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难道金律师不是普通的诈骗员工 而是高层 在和别人的闲聊中 老韩已经发现了 这个诈骗团伙分工明确 有人负责打电话给受害人 有人编写剧本 负责编写剧本的是企划部 他们可厉害了 几乎所有的剧本都是企划部出的 正当老韩想着 那个所谓的金律师 是不是在企划部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赫然就是那个金律师 原来金律师在嘲讽受害人时 发现其中有个诈骗员工 直接从中贪污了600多万 从受害人嘴里 他得知 这个员工偷偷把公司的卡号 替换成了自己的卡号 于是便下来找这个人算账 金律师不仅撕毁了这个员工的护照 还命人打断了他的双腿 之后 老韩通过跟公优打听得知 这个金律师原本是个高学历人才 在韩国大企业上班 但是因为一次被骗 他就来到了这里 是这里除了千本部长最厉害的人 是整个团队的二把手 整个企划部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金律师还曾经创下过 骗了900亿的最高记录 另外 除了三楼的金律师 和四楼的千本部长之外 还有一个真正的大老板姓黄 人称黄社长 不过三楼和四楼的电梯 不是谁都能上得去的 需要刷卡 老韩听得全头都硬了 就是这个人渣 骗走了自己和公优的钱 还害得妻子昏迷 上司自杀 但老韩现在还不能动手看条金律师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进入企划部 过去更重要的情报 将这个诈骗团伙里的所有人一网打击 同时说想要进入企划部也简单 只要被金律师看上就能进去 老韩进入了沉思 另一边 韩国的许组长通过老韩打的那个报警电话 抓到了朴社长 还找到了这个诈骗团伙在韩国的分部 也就是朴社长的藏身之处 里面藏着不少编号器 除此之外 他们还从朴社长的电脑上 找到了编号器的信号发射员 在中国沈阳 这时候 许组长已经彻底明白了 这是老韩给他们的线索 让韩国警察跟着老韩的步伐 将这些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警察局的人找到了老韩最后联系的人 那就是阿七 同一时刻 在老韩工作的诈骗集团 前本部长发现了韩国的编号器不好使了 别要求所有人暂停工作 老韩看着这个最新同志 明白是韩国警察动手了 不一会儿 一个手伤带着蓝色电话线的男人 一拳一拐地给所有人送剧本 老韩问同组的人 那电话线是什么 有个胖子说 这人是企划部的 来的时候欠了一亿多 到现在还没还完呢 说完 胖子就见兮兮地踹了他一脚 男人没注意 直接跌倒在地 手中的剧本也掉了一地 老韩尖庄立马起身去帮忙 男人感激地看了老韩一眼 他叫阿皇 是个懦弱的小可怜虫 谁都能踩他一脚 为了进入企划室 老韩直接挑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直接冲进金律师的办公室 指认一个员工在怀里藏了钱 金律师连忙查看 发现老韩说的竟然是真的 他不由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老韩顺势表明决心 说自己想挣大钱 想来企划部 金律师十分欣赏 这种有伤劲的人 于是便把老韩纳入麾下 只不过 老韩的工作却是给他倒烟灰缸 不过老韩并不在意 只要能进企划部 就能得到重要机密 做什么工作不重要 这天 金律师把老韩喊到办公室 让他跪着给自己放高尔夫球 并教老韩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老韩将其中一个高尔夫球握在手里 走出了办公室 看到有人上四楼 老韩装作不经意地 将手中的球卡在电梯门之间 晚上 他独自一人来到电梯旁 用力扒开电梯门 顺着电梯箱往上爬 就这样 他来到了四楼千本部长的办公室 突然 千本部长回来了 老韩只好找个地方暂时躲起来 从千本部长的谈话来看 他和王社长怀疑金律师有二心 准备在最后干一票大的 就杀他灭口 也就是金律师准备的三百亿计划 但巧合的是 之前老韩在偷听金律师讲电话时 发现金律师找了新的合伙人 准备干完这一票就跑路 这不巧了吗 趁着千本部长离开讲电话的时间 老韩偷偷走到电脑跟前 看完了那个所谓的三百亿计划 也得知了最后洗钱的交易所在哪里 于是 他把这些信息以邮件的方式 发给了远在韩国的阿七 而在韩国的阿七 此时正在被黑道大哥追赶 让他还钱 眼看前面没有路了 阿七绝望地看着黑道大哥 和他手线亲着的狗 这时 他突然收到了来自老韩的邮件 高兴坏了 阿七直接把这个消息分享给黑道大哥 黑道大哥表示很感兴趣 于是两人就准备一起乘飞机去往中国 刚发完邮件 千本部长的电话就打完了 老韩慌乱地躲在桌子底下 正好这时 千本部长手提鞋的人上来报告 说来的那个新人 也就是老韩失踪了 千本部长匆匆离开办公室 这才给了老韩一个逃跑的机会 老韩直接从四楼的通风管道 爬到了三楼 然后跳了下来 刚好和朋友阿黄面对面 可拐脚处有脚步声传来 老韩只得给了一个拜托的眼神 跑到一旁的卫生间 等千本部长带人过来 问阿黄有没有见过老韩时 阿黄磕磕绊绊地说 没有 但这时 旁边卫生间的门有所晃动 于是千本部长 直接把正在厕所 假装吸烟的老韩拖了出来 揍了一顿 丢进了禁闭室 很快金律师的300亿计划就成功了 大批受害人把钱汇进了账号 然后按照流程 这笔钱将在韩国转换成人民币 最后发到每个人手上 成功之后 整个扎平中心的人都在欢呼 金律师也大方地 把每个人的奖金发了过来 另一边 阿七和黑道大哥 开着车来到了交易所里 他们蹲到了那笔300亿巨款 把模拟的平均 交到负责人的手上后 阿七和黑道大哥 把钱一袋子一袋子装进车子 就在这时 诈骗团伙负责取钱的人也来了 看着两张一样的评句 诈骗团伙负责人笑了 这两个骗子 居然骗到自己头上了 仗着人多 他们很快就把阿七和黑道大哥 两个人捆了起来 之后 负责人拎着一把大锤 准备了结这两个骗子 还好这时警察阿七是赶到 原来 许组长一直跟在阿七身后 到了中国境内 他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警方 一起破案 看到阿七后 许组长问道 该怎么联系去卧底的老韩 为了能安全回到韩国 阿七只好说 老韩上次是用一部电脑跟他联系的 可以根据邮件的IP 查出这部电脑的所在地 得知这些关键信息后 许组长松了一口气 他让阿七和黑道大哥先回韩国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 诈骗团伙内 被关在禁闭室的老韩 被外面的欢呼声吵起 他就知道 金律师的剧本成功了 又有很多人被骗了 他愤怒地踹门 但却无济于事 之后老韩看到了门外的阿黄 他告诉阿黄 得赶快组织他们 不能让像我们一样 被骗的人越来越多 听完之后 阿黄偷来了钥匙 打开了房门 出去后的老韩 第一时间来到电闸处 他打远了看守 打开铁门 直接关掉了整栋楼的总电闸 于是 下一秒 整栋楼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所有人的电话都没了信号 好消息是 被电信诈骗的人减少了 但坏消息是 在外面的徐组长 也查不到IP地址的具体所在地了 在诈骗大楼里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千本部长和金律师 都收到了消息 他们被警方盯上了 让手下安抚住千本部长 金律师一个人来到了楼梯间 在这里 他看到了正在用手机 发送消息的老韩 于是 金律师悄悄地捡起地上的铁棍 猛地往老韩身上打去 爱立闷棍的老韩 瞬间反应过来 躲向一旁 两人瞬间打成一团 但老韩毕竟之前挨过一顿毒打 此刻完全不是金律师的对手 被金律师按在地上 用一旁的电话线 狠狠勒住脖子 就在这时 变故突生 千本部长突然走了过来 老韩还以为 这次彻底玩完了 这只 千本部长居然朝着金律师 连开起枪 把金律师吓得 屁滚尿流 老韩趁机逃跑 混进了逃跑的人群中 因为千本部长 通知所有人立刻带上剧本 跟着他们跑路 而这边的金律师 直接被千本部长 金律师为什么被判黄社长 就在这时 金律师的手下感到 对着千本部长就是一个被刺 见自己人来了 金律师立马从地上爬起来 接过匕首 对着千本部长就是一顿乱字 直接干掉了他 最后 愤怒的金律师 直接拿走了千本部长的枪 还告诉众人 老韩就是那个卧底 此时的老韩混进在人群中 正在努力给阿七发短信 想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具体位置 可怎么都没信号 他一个不留意 就被同组的那个胖子发现了 这下 所有人都知道老韩在这里 为了躲避金律师的枪 和众人的追捕 老韩直接冲出门外 然后把胶绳缠在门上 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 这时老韩发现 自己的手机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居然有两个信号 他刚准备脱了衣服往上爬 结果就看到了阿黄从一旁走来 看到是阿黄 老韩松了口气 他本以为阿黄会像上一次那样保密 这只阿黄居然歇斯底里的喊了声 他在这儿了 原来 阿黄接了工友的钱 决定暴露老韩 见无路可逃 老韩只好拆开电梯门 顺着轿箱里悬挂的绳子往楼上爬 身后牵本部长的打手 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 也拽着绳子往上爬 有人爬得快 刚摸到老韩就被他踢了下去 还有人因为技术不精 爬着爬着自己就掉了下去 最终只有老韩一个人顺着绳子 爬到了电梯井最上面 他用力把头顶的通风盖掀开 爬到了楼顶 幸运的是 外面终于有了信号 可还没等到老韩再发一条消息 金律师就带着手下乘电梯来到了楼顶 其中一人一脚踹在老韩身上 使得他的手机飞到了一边 也因为这样 金律师根本不知道老韩干了什么 他们把老韩揍了一顿 老韩直接陷入了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被绊掉在墙上 面前是一脸玩味的金律师 就在这时 金律师突然接到了老大黄社长的电话 黄社长告诉他 听说他们有一个交易所被警察端了 他现在正在路上 挂断电话后 金律师有些抓狂 因为他还没来得及跑 只要黄社长一来 就会发现千本部长被干掉了 思索了一会儿 金律师看着遍体铃声的老韩有了主意 他让老韩跟他一起来个电话诈骗 这次骗黄社长说 千本部长是身为警察卧底的老韩傻的 为了让老韩听话 金律师还特意让手下堵住他的嘴 给老韩身在韩国的岳母打个电话 借此威胁老韩 听着岳母和妻子的声音 老韩泪流满面 他点头同意了这次交易 金律师再次拨通黄社长的电话 告诉他千本部长死了 被一个警察卧底干掉了 说完还把电话递给了老韩 老韩呆滞地报出自己的身份 自然 黄社长在车上也查到了老韩的档案 知道他以前是个警察 合作完成 金律师就拿着从千本部长手里收来的枪 对准老韩 准备送他下地狱 谁知这次楼下突然传来了枪声 原来是老韩在上到楼顶的那瞬间 手机里先有方位坐标的信息就发了出去 警察成功找到了这里 中国和韩国警察一起出动 将这个诈骗团伙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 听到枪声后 金律师下意识地收枪 带着自己的宝贝箱子往楼顶跑 老韩一看直接用力睁开束缚 滴滴撞撞撞地碾了上去 在楼顶 老韩把小沿着梯子爬走的金律师拽下来 两人在布满电线的楼顶撕打起来 不多会儿 两人都筋疲力尽 金律师趁其提着箱子跑路 但他忘记自己身上缠绕的还有电线 老韩见状 直接将距离自己最新的一台空调外机 从楼顶丢了出去 电线瞬间收紧 把金律师扯了回来 老韩抓住机会抢过枪 将枪口对准了金律师 此刻形势瞬间逆转 看着这个十恶不赦的死骗子 老韩无比挣扎 但曾经身为警察的他 最终还是选择放下枪 将金律师交给警察 此时来的许组长 顺势接过老韩手里的枪 让人把金律师带走了 顺着金律师这一条线 许组长他们还趁机抓到了黄社长 最终 这个韩国最大的跨国诈骗集团 被一网打尽 工地工友们的30亿工程款 以及老韩妻子被骗的7000万 以及后续所有人被骗的钱 都被成功追毁 等老韩回到韩国来到医院后 发现妻子已经从昏迷中醒来了 这可真是双喜临门 为了表扬在此次案件中 老韩的出色表现 上次破例让他重回警局 成了一名光荣的警察 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但这个诈骗案件远没有结束 因为黄社长被捕后 暴露出身后 还有一个身在菲律宾的大老板 三年后 一个戴着墨镜穿着华丽的男人 来到菲律宾的大老板面前 这人正是阿黄 谁也没想到 当初被骗一个亿 唯唯诺诺的阿黄 居然从诈骗团伙 带了一堆剧本和资料 来到了这里重新开张 电影的最后 一段经典的诈骗电话响起 喂您好 我是律师所的金律师 至此电影结束 近些年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让人防不胜防 电话号码可以作假 声音可以作假 就连视频都可以作假 每个受害人在被骗后追悔莫迹 八哥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 只要电话里有人在跟你提到钱 那直接挂掉就好 千万不要疼图小便宜 最后吃了大亏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通话惊婚的全部内容 我是八哥 我们下期见 fine 咯 就是这种 感觉 冒表 负 Metro